民眾精心Cosplay一頭黑色長髮 棕色長袍還有人頂著白髮 握著半個人高的造型鍵 動漫展活動裡驚動警方到場 他們在場外發放 就是已經拆開我們的糖果 那不然我們會不會加什麼東西 工作人員怕怕的 聽說有不明人士發放來歷不明的糖果 這是男生你們怎麼知道嗎 男生他 長相你知道的特徵 也有網友PO出糖果照提醒參加民眾 糖果裡有白色透明的東西 包裝重新被黏過 還有人詳細描述發放的男子 穿白上衣牛仔褲綁低馬尾 甚至提到糖果裡疑似有玻璃渣 有人吃了送醫院 引起參加民眾恐慌 搞了半天才發現是異常誤會 事發在高雄小港社交館 22 23連兩天舉辦動漫展 有16歲少女發現有人發糖果 聲稱裡頭摻雜毒品玻璃渣 結果警方用事記檢驗根本沒有毒品反應 而未成年少女涉及散播不實資訊 將以受違法移送 動漫活動第一天就湧入3000人參與還好這次是誤會沒有人真的受傷 就怕有心人士帶著惡意 建議別亂吃 來路不明的食物最安全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就消極器 警方技能 警方的接觸